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一看就是四年级身子就他们两个 跟大家挥挥手好吗 谢谢 欢迎 我想 不管是星光大道还是演唱会 都是重视跟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非常感谢 有这个平台才让年轻人有机会 好了 我们现在宣布第一名了 伟中哥还特地要站在这儿说 不让他们看到 今天的总冠军是 星光传奇 总决赛第一名 严一格格格格 恭喜严一格 有请我们伟中哥要颁发奖杯 以及一百万的支票 同时还有大英旅行社提供的 长参导五日自由情 雙人商务舱来回机票以及住宿 还有墾丁凯萨饭店住宿圈一张 恭喜传奇赛的总冠军 奖落各个家 严一格请发表总冠军感言 这个王琪 你尽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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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四个字不可思议 然后就 太多话想说 谢谢忠师 谢谢金星 谢谢伟中哥 谢谢张哥 谢谢所有人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 成功 变成这个舞台 然后 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知道唱歌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然后 谢谢全部给过我评语的 评审老师 你们真的帮了我很多 我真的 每天 每次唱歌都在 想你们对我说的话 然后 希望大家也有看到我的进步 然后 还是很不可思议 然后真的谢谢你们 谢谢我的后院会 为我做所有的事情 谢谢 谢谢桃子姐 谢谢 反正 燕一格 你先慢慢地流一下眼泪 这一刻是属于你的荣耀 但是因为在我手上有 一格亲戚老爸 老爸呢 这个没能来到现场 那么他写了这封信给你 哇 爸爸是非常严谨的人 你看他 把这个还打字了 对不对 在我们这个店上看到 他说 昨日我们还在台北小聚 但今日却身在香港 无法清零赛场 为你加油打气 盛汉 盛为遗憾 听得懂吗 盛汉 爸爸真的很棒 你看 所以呢 还记得13岁时你给我写的 如果想要我读好书的话 首先要让我唱好歌的信吗 而星光是你选择磨练 提高自己艺术水准的平台 你知道爸爸妈妈很少涉足流行乐坛 但自从你参赛的那一刻 全家人已经时时刻刻 与星光的比赛紧紧扣在一起 我们为你的每一次进步而高兴 家人深知你是一个善于思考 懂得学习 有抱负 有理想的孩子 但一切的一切健康为先 太瘦了 身长不落 好 这我自己家的 好 那一个爸爸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但是 妈妈来了 是吗 好 岩妈妈 欢迎 总冠军 跟他拥抱一下 妈妈 哎呀 太感动了 太开心了 妈妈 真骄傲啊 这一刻 是吗 跟大家说几句话 谢谢 我很激动 谢谢中士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让年轻人都有机会来暂时自己的才华 也谢谢各位评审老师 在这一路走过来的这些比赛中给伊格这么多很好的指证 他自己也很努力 我们也为他骄傲 也谢谢他所有支持他的观众 还有他的后援会的所有的朋友 谢谢 谢谢 妈妈 你整个人都哇 你非常非常理性耶 但是我又看到你的眼泪还是在打转的 这个 你看 小孩 小女孩 尤其他小时候好可爱 我刚看那个照片 然后一路长大13岁 还会跟你嗆嗦 嗆嗦我们台湾话讲就是有点 你威胁我 到现在 其实你是不是觉得 有时候我们这个身为家长的 某些时候真的应该让孩子 选择他自己爱走的路 是 是 是吗 所以这一路 其实妈妈也对你有很多的支持跟栽培 对 我妈妈从不会说你不准什么 你不准什么 我妈妈都是说你去尝试 然后如果不对了你自己就会修改 所以我妈妈给我很多自由 哇 掌声也给严毅哥的妈妈 鼓励鼓励 谢谢 好 妈妈不要走 妈妈在台上陪一下严毅哥 接下来末文卫 请帮我们宣布第二名 超级星光大道星光传奇赛第二名 Rose 刘明湘 好 表现得非常好的刘明湘 得到了第二名 她可以得到50万元 以及David Simon提供的 星光设计款钻戒一枚 恭喜Rose 恭喜Rose 好 Rose 嗯 我是说话是比较少的人 但是觉得这次能得到第二名 我是要非常感谢我的家人 然后 然后 尤其是在南部的家人 阿嬷 大九三 你们 你们 怎么失恋就变成很爱哭的人 但是 OK 简单说就是要很感谢我家人 你们的支持是永远的 我是永远能感受到 然后 要特别感谢公司 师大哥 小绿老师 佳蓁 你们的 你们的 支持也是 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也要特别特别感谢 一直陪着我的歌迷跟朋友们 跟 你们都帮我做那些加油班 我从来没有看过Rose的这种的加油班 然后就觉得非常感动 所以 Anyway OK 结束了 O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Rose 好 我想在这边 所有的品牌老师你们也辛苦了 更要谢谢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 还有在电视机前面陪着我们 一直到现在 十一点半 我们还有这个 二十秒钟就要结束了 在这里再次谢谢所有后援会的朋友 给自己掌声鼓励 也谢谢所有的亲友 你们来到现场 是的 我想这个星光大道 一直是一个非常有品质的音乐节目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同时别忘了我们要给掌声 给我们的乐队老师们 辛苦了阿咪老师辛苦了 阿宗老师阿本老师谢谢你们 好 那当然更辛苦的 还有我们的制作团队 他们这个每一个环节 包括你看外景陛下拍得这么好 掌声给金星娱乐 还有几秒啊 还有几秒啊 三秒 谢谢台湾第一美女淘金怡 别忘了整时收看星光七 晚安 我们下集结束 我们下集成的 嗨 能感染吗 三个月前 星光七征选活动展开 目标就是找寻下一位歌坛新生 除了全身跑透透的笑人试唱会 以及北中南三场大型征选会外 星光七更前进北京和新加坡 举行海外征选会 吸引众多歌唱好手 累计超过5000人次试唱 第二阶段复赛 在经过星光评审以最专业的眼光 最严苛的标准把关下 250名附赛选手 共计78股人脱颖而出 将在棚内一较高下 风格与众不同 明星勤之无穷 林真源的绰号叫做 恰吉 恰吉 就是那个鬼娃有没有 恰吉 恰吉你选的是 郭靖的在树上唱歌 连报歌名都有一种诡异的气氛 恰吉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你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选手 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 歌坛没有你这一款 真的 电视度你是第一名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好 你待会看 因为他转过来看我的时候 牙齿是这样 我就 不要咬我这样 很有特色啊 好不好 自弹自唱气质出众 新疆才子征服评审 我觉得万章特别的 尤其是唱歌的时候 有一种奇怪的气质 那那个气质呢 就是很闻 你自弹自唱 整个诠释是非常的完整 而且是一遍这样子唱完 印度新生深藏不露 独特口气惊艳全场 你是印度人 但是被华人夫妻收养是不是 对对 唱第一歌吗 黄依琳的爱你没条件 爱你没条件 来唱一下 爱你没条件 爱我用心过 无关怕人爱作功 你好恐怖 我在这里他会怎样知道 他的嘴还会哽 哽 很有那个口哩 中丁不特 灭绝事态的接班人出现了 想来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我们爱作弹 找到这个灭绝事态的接班人了 对 你的中丁真的是 不遑多让加油 新公司上头一遭 第一次的正式赛 就采取残酷的PK制 选手们不仅要克服 出自上等的紧张感 还要能在短时间内发挥实力 争取评审对自己的青睐 高手过招 胜负难以预料 我报告一下 你是第一届TVB超级巨声 年度总冠军 是啊 李嘉威 你是马来西亚全国歌唱比赛 三甲是什么意思 三年甲班 没有 就贵亚继军 都有得过这样子 因为他是三甲都得过 两位失敬 失敬 请上座 请上座 怎么办 两个都那么能唱的对 请各位举牌 一 二 三 但是 考验尚未结束 选手依照PK胜负分作两边 本届依旧采取师徒制赛程 四位队长将从胜方中 挑选自己属一的队员 而败布选手还会有复活的机会吗 胜方选手就一定能获得评审青睐吗 全新阵容 全新赛制 星光气 8月27日晚间10点 崭新